好趕,因為答半就輪到港鐵開記者會了 首先似乎陳凡局長作為港鐵最大股東 似乎出來打算開一個收債記者會 追了半年都收不到文件 現在就要開記者會,殺有戒事 港鐵就要盡快交回那些找不到的 form 那些RIS form 就要開記者會告訴大家他還未交到 這件事,我不知道政府似乎是刻意要扮受害者 但是政府在過去的一段日子 為何要禁止才出來說呢 為何去到現在,當記者問及 你有沒有deadline,有沒有死線給他何時交 他又說不出 而其後其實他現在就算怎樣追都沒有用 那個原因似乎是沒有什麼法律的一個責任去交齊這些東西的 那即是交又行,你不交又奈我不何 那還有,即是你現在見到這樣是四成 還要是不知道包括一些在什麼範圍呢 我覺得簡直是絕對是不能接受 當然港鐵是絕對失職 但是政府也都責無旁態 他都是有些不負責任的情況 因為不要忘記,他每個月都要跟他開會 跟港鐵開會 而且還是有監核顧問的 在一個這麼誇張,沒有了四成的RISC的狀況 都可以不知不覺 或者還要是傳媒報導之後 才開始慢慢追回其他相關的資料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問題 而且正如大家可能之前都有留意到 其實在去年的三月也都有東方說到 這個連續場曾經出現滲水到最後要拆射 拆了超過一百米去再重造 而港鐵作為這個項目的管理人 政府終於說到表示遺憾 不好意思,遺憾又怎樣 如果根據這個委託協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有整份在這裏 委託協議後面的appendix的附件 這個就是講 港鐵可以收的項目管理費 七十九億的上限 而其實它修正多少呢? 它可以收到2022年 它現在修正九億而已 九億鬆一點 即是已經抽了七十億了 你現在跟它反面有什麼用? 繼續付的錢 問了陳凡這麼久 事情出現了這麼久 為什麼還要繼續付呢?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港鐵半年的業績報告 繼續 它這次沒有說錢 可能要全年業績報告才會說 今年收到多少 但是政府按年付 每年一直這樣付 之前的有九億九億 跟著就十億十億九億 差不多十億 跟著2018年就付了七億六 今年要付五億四 跟著就要付三億三 後期就要付二千幾萬 我問一下 那你這樣 那你這樣 即是沒有得飽口了 陳凡 我們要實際行動 還有就著不見了四成 你看到政府完全是一個 沒有牙老虎 沒有法律責任不交 問他報警 沒有想著報警 跟著還說 可能他會交得回 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開完記者會 又交得回 那些東西還有可疑 即是我不知道他們的邏輯 是去了哪裏的 還有要等他天降下來 去收這些資料 我覺得不可能 還有到今天 大家看到 又一次是禮頓 又一次是合約1112 整件事究竟港鐵和禮頓 發生了些甚麼事情 我覺得很有可疑 而且呢 之後如果就這樣 可以做一個 Holistic Assessment Strategy 用回好像現在 做的檢測的話 那就證明了沒有事 就可以搞定整件事的話 以後整個工程界會倒閉的了 以後沒有市民 可以相信香港的工程的了 即是我想政府要非常之謹慎 去面對現在去面對著的困難 當然現在很可能 未必能夠完全掌握 有些甚麼的資料 或者證據可以去報警 但是我懇請建制派 考慮用權力及特權法 重新考慮權力及特權法 去調查 今次這件事 我們其實是幫政府去做事 證據如果我們那時 成立了權力及特權法的調查委員會的話 他們那些RISC 全部都要交 交不到的話 已經可以做事了 需要等到現在 好像債主這樣出來 開記者會 貼街招 然後就好笑的 其實你給我一本紅寶仔 你給我一本紅寶仔 我看裏面有錢就可以 你其實不用還 都可以的 這樣的態度 有甚麼用呢 我覺得政府要明白 市民已經失去耐性 亦都對沙中線完全失去信心 亦都對政府的監管能力 是完全不信任 如果他還以現在這樣的態度 根本是不可能 可以挽回市民 對沙中線 特別是紅磡站的信心的 我希望政府非常留意 所以呢 第一 就著 剛才我剛才所講的 請政府清楚交代 究竟 要求港鐵 何時交齊那些RISC法 如果不交 政府會採取甚麼行動 或者是否真的叫他 隨便做一個assessment 就可以 那做多久 要是甚麼assessment 這些要全部交代得一清二楚 三 他是不是不再給項目管理費 你說到那麼慘了 那麼失望了 那麼 覺得那麼難接受了 我們還有九億 不過 大家都不要那麼開心 其實呢 正如我之前所講的 就算 政府說可以追港鐵數 如果港鐵是未能夠履行他的委託協議的責任 和他的義務 不過呢 大家不要那麼開心 七十九億是政府可以追討港鐵的上限 這個是在委託協議寫得一清二楚 除非是有死人有受傷 如果不是的話 政府是只能夠追七十九億而已 這個呢 我都覺得很可憐的香港人 但是這個就是個事實 那麼當然了 政府呢 亦都和這個包括禮頓 或者是其他的承辦商 承建商呢 是有一個叫collateral agreement的 那麼這個呢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政府是可以 他和這班的contractors的collateral agreement 去直接做追討 而當然呢 是要得到港鐵的協助 那麼我不 港鐵當然可以追 但是政府都可以追 那麼港鐵還欠不協助政府呢 還是繼續採取這不合作態度呢 還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呢 那麼這個港鐵呢 我想一會兒要等到五點半呢 才作交代 那麼我看一看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覺得呢 我是補充 就是剛才有講到 如果在一個 就是現在 另外還有一點的 剛才陳凡呢 都沒有排除到 是可能有機會呢 要這個調查委員會呢 會不會有需要呢 擴大那個調查範圍 那麼當然呢 我不知道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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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證民法官和另外一位專家 還會不會有興趣繼續坐下去 因為呢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呢 我的理解是呢 未做完第三階段的檢測呢 是不會交報告的 但是現在連第二階段的檢測的那個器材 出了事 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可以繼續用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那究竟第三階段 什麼時候出現呢 那一日第三階段不出現 是不是就是趁下證民法官 那麼有空的話 就叫他去查其他地方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不該 建制派呢 其實我想大家 剛才 劉偉國議員說到 他說有介事都已經好像很不滿意了 那我希望呢 那我希望呢 建制派呢 是可以呢 回頭試案 我呢 很快就會呢 就入這個 權力及特權條例 就是希望可以呢 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呢 去研究一下呢 整條沙中線究竟有多少呢 RISC未交啊 或者這個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啊等等 那我好希望呢 這個建制派議員呢 可以 高台貴手 希望可以支持 因為呢 如果你要沙中線 是能夠局部開通 除了陳凡之前 講的一些技術上面的問題呢 我想最根本 就是這個RISC 涉及其他的站 是不是全部已經交妥清楚 還是原來不交RISC 或者交少了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沒有這些這樣的證明的話呢 我想不用想局部開通了 因為市民對香港整個的工程項目的信心 可以說就來已經跌到去零 如果還要這樣強行推出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是對香港 是構成一個很深遠的影響的 我認為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waited for too long for MTRC to supply all necessary documents and until now, after almost six months or even seven months, they started a press con and announced the fact that the MTRC is unable to provide 40% of our ISC forms In particular, we have no idea about the affected areas and the details and the design and the structural safeties of all the works that have been done and taxpayers have paid too much, includ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fees So I urge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s not a victim The government i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MTRC and they have many, many steps, procedures to monitor the whole project But until now, it seems that they are playing a victim role That's not persuasive, that's not acceptable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residents or Hong Kong people has lost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and shouting link and they need to stand firm and set a deadline for MTRC to provide all this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y found any sufficient evidence or at least they've got doubt they should report to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n they have the necessary power and or authority to do further investigation because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a very, very serious and substantive discrepancies and of course,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ppropriate time to report to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the government can't have any evidence it would be concrete grounds it would be quite difficult for them but still, well, frankly speaking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ight mo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op any further thoughts or doubts so if the government thinks that or they have a suspicion that someone is destroying the documents or they try to withhold these necessary documents intention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police in that they cannot test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for должно with us that they are all they can't have Charlie in her